政见强大都更三件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金首邀参与全洋国际地产集团阅历会 侯积积拜托房仲好朋友 都更需要很多专业 鼓励有房地产知识背景的房仲 在城乡局受训成为都更规划师 未来做大型都更需要这些专业的规划师帮忙 也言议以都更基金支持 侯友宜说 都更需要很多专业 城乡局有很多专业课程 而仲介对房地产 经济活乐状况及房屋结构 居住安全等都有基本常识 推动大幅度都更需要这些有专业背景的人与政府合作 协调市民及建商 加上政府扮演指导角色 多一个力量帮忙推都更 侯友宜说都更没有那么容易 最重要的是要有方法 由都市规划师协调 让市民有利 建商合理利润 政府有公共回馈空间 可做年轻人最需要的托育及托劳等 侯友宜表示 新北作为北北基陶最大腹底 可以因为都更 带动西南 西北 只当水河以南以北 二大核心 从中环 内环到外还重新都市规划 带动未来的产业发展 侯友宜也说 会研讨都更基金 以支持培训都更规划师 仲介以外也多一条路可选择 群阳今月例会 包括太平洋 台湾房屋及21世纪不动产 由总经理张慧山 及执行长媒高真宋侯超大萝卜 侯泽回赠后有一期制 正经强打都更三件的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前中金首邀参与群阳国际地产集团阅历会 记者为一听摄影 分享 正经强打都更三件的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站立者 金首邀参与群阳国际地产集团阅历会 及其宣布都更新证件 首度提及规划房众受训为都更规划师 记者为一听摄影 分享